因为日本的专家 日本的一位陆上自卫官 他现在已经是军事评论家 他叫西村金一 他就说 二舰不堪一级 台湾的反舰飞弹 可以有效反制中国的军舰 所以我们因为 中国的战舰 很多是从俄国学习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张成总工程师就说 那我们的飞弹 因为它是海王星 那我们是雄二雄三 比较我们的雄二雄三怎么样 我们先把雄二跟海王星比 因为雄三跟它不好比 不好比因为雄三是 因为雄三超音速 对是超音速的反舰飞弹 如果只看四成话 海王星 海王星是从 乌克兰从俄罗 应该讲苏联 天王星接下来 然后做升级的 那如果用天王星的数据来看 它是射程是280公里 那雄二的话 这边写大于100公里 我们国防机密就接受100公里 好像海王星强很多 雄二稍微弱了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两个都是次因素的 第三个我想讲的就是飞行高度 这边写三公尺 烈海彗星三公尺 我必须从我的专业来讲 没有三公尺略海彗星 那很难 没有三公尺略海彗星 一般的海浪的勇有多高 它会变成鱼雷 所以这个基本上 我的专业 写说比三公尺高 一定高 因为海浪就不止三公尺 对 不可能三公尺 那一般讲起来 我们这种贴海飞行的飞弹 大概10公尺是正常的 10公尺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这边 雄二叫低空略海飞行 它没高顺利公尺 接着 接着这个飞弹 除了它看距离 看它速度 看它飞行的方式之外 其实很重要 最后一段 是它到底怎么样达到目标 那因为海王星 是天王星过来的一个飞弹 跟雄二 世代是不同的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来讲 我们反舰飞弹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英文叫terminal home 最后拦截阶段的时候 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 拉起来打下去 另外一种 拋物线就对 拉起来 它到快接近目标 它确定它看到目标 为什么要先掠海飞行 我待会做说明 它快接近目标 它爬起来 往下打 为什么要这样打 因为一般来讲船旋跟甲板 甲板的厚度比较弱 除了航空母舰 甲板的厚度会比较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甲板的厚度大概多厚 也不薄 5公分以上 5公分 也不薄 那那个呢 那个 船旋 那通常都是10公分左右 如果大家有去上过军舰的话 去看的话 大概都是10公分左右 就是甲板 钢板 钢板 对 一般讲起来就是 船旋的侧翼的板子 钢板会比较厚 甲板会比较薄 所以比较早期的反舰飞弹 到了terminal homing阶段 它会爬起来 再往下打 打比较薄的部分 对 这就是为什么 老共号称他们东风21D 东风26B 是从上往下打的原因之一 那后来比较在 我们在弹头的技术 越做越好的时候 越做越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不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 我们来想想看 它本来掠海飞行 爬起来就给人家看到了 对 给人家看到就增加 被拦截的机会 然后它要一个 很漂亮的弹道 然后直接打到甲板上 其实在大海上 这件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 是后来比较先进的方法 就是我就直接 从侧面下打过去 为什么侧面打过去比较好呢 因为对船军 反舰飞弹上面的寻标器而言 它后面是干净的 相对从上面打下海杂坡的反射复杂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那海王星 我在想 它应该是拉上去打下来的 但是我看了那个照片 那个影片之后 我当初这么想 它是拉上来的 可是我看了影片之后不是 因为看了照片里面 没有看到它上面 中弹的样子 它看不到 可是侧面反而有 对 防券好像是被打了一个洞 对 侧面 好 那我们先看看雄风 它这边讲得很好玩 讲得很清楚 主动雷达机 红外线 双模式寻标 这个相对于海王星 只有一种 雄二它的 在最后一个阶段 拦截到的几率高很多 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军舰一定发热 因为它的轮机 它一定发热 所以到最后 Terminal后面 这中章归向的阶段 有两种模式 互主 互补的来导引 是一定比较准的 雄三没有红外线 都打得那么准 那雄二应该会更准 那莫斯科号 为什么没有办法拦截 那个海王星 海王星为难 好 我看了那个照片 跟影片之后 我看到一个东西 但是我不确定 这个东西 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它的禁迫 防御系统 在我看到照片 这已经在着火的时候 它是关闭的 你看得出来是吧 它没有启动 没有启动 关闭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如果它这么轻敌 它如果这么轻敌 在所谓的赫尔松南边 在赫尼米亚半岛的西边 它这么轻敌 明明是在一个战区 它没有启动 它的禁迫防御系统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所以它轻敌 因为那是即将 就在着火的时候 看到的照片 看起来它是没有启动的样子 因为它有启动 跟没有启动的 那个禁迫防御系统 有启动的时候 它是斜的 没有启动 这是垂直的 这是看得出来的 我看到 它怎么是垂直的呢 怪怪的 这对我来讲 对我的专业来讲 这个怪怪的 那如果它有启动 能拦截吗 理论上 禁迫防御系统 我们是为什么要禁迫 我们禁迫的 Ci就close in weapon system 我们叫做Ciwi 禁迫防御系统 它的意思就是说 禁迫防御系统 大概只有15公里 在5公里的射程之内 我基本上在一分钟内 打出上千发的炮弹出去 火箭弹出去 就是要把你新弹幕 让你自己撞它的 照理说 打没有拦截到 是很困难的事情 几乎都会拦截到 几乎都会 它的概念是弹幕 我不是要去打 它一分钟5000发 上千发 对 30厘米叫做金属切割机 它就 我打出一个 上千发的弹幕出去 我也不是对着你打 我打你周围全部都打 尤其是你运动的方向打 我是希望你进入这个弹幕 我把你摧毁掉 照理说这个有启动的话 不可能 如果我们熊二都比他的海王星好那么多 我们还有熊三各方面的飞弹 所以老共的战舰有办法 我们可以制他吗 一定可以 我先讲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战争 这场战役 这个事件 我每次都讲是我记忆里面 因为在我记忆里面 是全世界第一次在战场上面 以陆至海 就是反舰飞弹把一个军舰 摧毁掉 是第一次 从陆上发射的 以前军舰发射的 有 有 但是 那个飞鱼是 飞机 对 那个福寒群岛那边 以陆至海 暗示行的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那这一点 我想 我想我们王委员在 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想提一件 跟他提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台湾在防御作战 尤其是反渡海作战 是这件事情上 我们在很早以前 就开始做这规划的 我们在海军有一个单位 叫海风大队 海风大队呢 它原来是陆军的海防部队 海防部队就是守海岸的 有炮兵 那在民国76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开始把那海防部队 做个转换 那个时候就准备 有六个中队部在台湾 部在台湾 那我们花了十年时间 把它建置完的 中间有两个中队 非常重要 一个在东营 一个在澎湖 我刚刚在讲 设程的时候 反正大于一百公里 我们这张客源做武器 对不起 这一次的莫斯科 距离岸边多远 按照新闻讲 我后来看到一张 应该是美军公道的卫星图 应该是一百海里 一百海里 大概就一百五十公里 一百五六十公里 所以我们的熊二打得到吗 我们刚好是那个剧 他在那边讲大于一百 刚好是那个剧 我们现在有真成型 还有真成型 这样子 我们中科院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先求有再求好 我们先把东西做出来 然后可以担任战备 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也许观众朋友觉得 他两百八 我们才一百五 这是比人家弱 不是 我们台湾海峡宽度 平均宽度就一百五 是是是 我们打两百八 不需要打 就打那么远 对 我们做一个有效有用 CP值对的东西 比做 是吗 我不用做洲际飞 但去打 打很近的地方 浪费 我们下期再见